确诊数字不断的攀升 让中央抛出了 只要单日达到1500例确诊 就要让轻症无症状的患者 可以在家隔离 好 不过现在有感染科专家认为 最快两到三个月之内 就有机会看到这样的情况发生了 但是也有医生直言 要做到轻症在家 其实是有难度的 首先呢 使着确诊者的症状 可能会突然恶化 其次是大部分的民众都没有两户房子 很难做到一人一户 如果真的要一人一世的话 就要避免传染给家人 那么就得落实不得公用卫浴 在家里也得要戴上口罩 而且另外同住家人 也得要至少打过两剂疫苗 以符合以上种种的条件 才有可能考虑在家隔离 台湾连续五天 本土确诊数百例起跳 就怕暴增的染疫人数 会影响医疗浪能 指挥官城市中宣布 未来只有一天超过1500人确诊 就要评估启动无症状 轻症在家隔离模式 有个人科专家指引 最快两到三个月内就会看到 但有人持反对意见 点出两大考量 认为执行起来有困难 首先是确诊者 能否不会病情恶化 其实是要一人一户 根本难以执行 相比之下 比较有机会采取一人仪式 但如果要防止家人染疫 有专家建议 必须定出指引 像是不能共用胃育 染疫者从头到尾 只能一人一试 其他同住家人 也至少都要打过两剂疫苗 维持社交距离 在家的时候 双方都要戴上口罩 另外也要强制快筛 每天做好监测 同时要让民众了解 轻中重症的定义 像是发烧 咳嗽 喉咙咙痛等都算轻症 但如果出现肺炎 或者是严重肺炎 以上的中重症 就要立刻回报 也可以用相机辅助确认 不过建议还是要谨慎观察 重症率跟死亡率的变化 评估病毒对家户传染力的影响 至少到4月中再做决定 就行说民意突破斗